度假班纳又发表了最新的道歉言论,这一次适用的视频,度假班纳的两位创始人端坐在桌前,用意大利语配上中文字幕,解释着这两天来带来的不良影响。 他们趁发生这样的事是大家产生了文化的偏差,最后两人还一起用中文说了对不起,想必是感受到了失去中国市场,为自己品牌带来的巨大损失。 两位创始人终于坐不住,想出了这么一个视频道歉,还是网友总结的精辟,这时向人民币低下了高贵的头颅,他们以为这样中国人民就会原谅他们了。 首先,他们在视频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,也就是打脸当月的绑号,一说,那一番不堪入路的辱华言论,也就扎扎实实的坐实了,想必没有人会轻易原谅一个曾经侮辱过自己国家的人。 其次,这个视频中只有中文字幕,虽然他们的道歉是收给全球华人听的,但是为什么不翻译成英文,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做的这些垃圾史,而且这个道歉视频仅仅上传的微博,并没有发表在他们的官方案中,就这种举动还想让国人相信他们的诚意。 杜加班纳的这两位创始人,原本是一对同性恋人,两人一起创办了这个品牌,分手后业务,依旧在一起。 视频中带着眼镜的光头Stefano Gabbani就是在爱上满嘴喷喷的那位,而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爱上乱骂了,之前他就有骂女性赛林那个麦斯长的像狗, 或许是他们自带大台设计师道歧,又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是创始人。 口无遮拦不用担心被品牌开除,Stefano Gabbani基本上可以用说话不过脑来形容。 公司有这样一位领头羊,怪不得前几月度假班纳出现公关危机,他们会企图用档号这样的方式掩盖过去。 随后那篇不痛不痒的文字声明,简直可以让小巴想象出这个傲慢的创始人,在发出这样一份声明时会是怎样的嘴脸。 现在的这,各道歉视频,内容也一直在避重就轻,不仅甩锅给文化差异,说着自己热爱中国文化时也像是被迫的语气,最后用声音子中而挤出三个字。 对不起,是以为我们会瞪大眼睛,不知想叫好神奇吗? 中国这个市场从来不缺任何品牌,一个度假班纳推出了,还会有度假班纳,度假班牛级破脑袋,想要进入中国市场。 合作的前提永远都是平等交流和相互尊重,希望所有品牌都能以此为戒,引导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和环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